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每天都应该来思索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生活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样生活 那么反过来也能显露出我们和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们是谁 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那使徒宝博当他被神的灵所感动 他受神的启示 向他的门徒和当时的基督徒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 神直接的就把真理启示给我们 在四章第一节 上帝小玉我们说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这里我们指的是每一个听闻福音 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基督徒 实际我们都是基督的执事 是神奥秘士的管家 那么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执事 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也经常讲啊 执事会执事会执事选举啊 那么通常我们也会知道呢 执事在我们中文的这个词汇里面啊 好像是说呢 站立在主人身边释放的人 那么实际上呢 在当时的古希腊啊 在始祖时代呢 执事这个词呢 他是滑脚的人的意思 而且呢 他有非常特殊的指名啊 当时在地鲁海航行的这些船呢 他都是有上下两层脚夫 滑脚的人啊 那么他今天呢 在这种暗无天室的船舱里面呢 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滑脚 那么在 这种地鲁海上航行的这种大船里面呢 他们可能在里面一滑船 他的工作呢 成天到晚就是滑船 他不知道这个船走到了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他只是听从在上边的船长的锤 船长的命令下来了 说现在滑 他就开始滑 说用力滑 他就用力滑 说停 他就停 他完全不知道外面是什么状态 那么这些人呢 他有个共同的特点啊 就是他必须呢 非常完全的去听从主人的命令 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呢 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啊 他说我们是基督的执事 意思是说呢 我们是救主耶稣基督 奉他的命令 我们来工作的人 如果你在对比一下我们中文中指示的含义呢 你就会体会得到 我们好像是一个被神所命令 一个绝对服从命令的人 那么 奥秘师的管家呢 管家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在英文中呢 他的原本的意思啊 是经理的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的manager 那么管家的职份呢 当然呢 他就是管理 按照我们华人的理解呢 管家呢 就是一个管理家务的人 在新约时代啊 在宝国社会的年代里面呢 当时罗马帝国的人呢 或者是富有的以色列人呢 他们常常呢 去雇用一些管家 来管理奴府 和管理家务事务 当时呢 是奴隶社会啊 但是奴隶社会呢 不像我们想象的啊 这个奴隶呢 都像那个 非人的生活 实际上是这样 这个奴隶呢 在里面也在层次 奴隶呢 管理主人家务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有人呢 替主人去赚钱 有人呢 替主人呢 把你家务 有人呢 替主人呢 教育孩子 那么 这些所有的人呢 都听从一个管家的命令 他来安排策划所有的事情 常常呢 这个管家呢 他本身也是一个奴隶 是他的主人 把他买来 专门 把这些事情 托出给他 但是呢 他的级别呢 非常的高 他仅仅是听从 主人的命令 他可以管理 所有的人 那么这个是管家的原意 那么奥秘呢 神奥秘的管家 这里面的奥秘呢 如果你 已经到教会来过一段时间 你会知道呢 神奥秘的事 在圣经中呢 指的是 耶和华神 在创造以前 就命定要救赎 他所创造的人 这样的救赎呢 是通过 耶稣基督的工作 来完成的 说神爱我们 他要救我们 所用的方法 所经历的途径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当我们用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我们就获得了 他的救赎 这是神所定的奥秘事 那么在圣经里边呢 在新语里边呢 有很多非常直接的 说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神的奥秘有很多 神救赎的奥秘呢 只是我们人类能了解到的 其中的一个奥秘 但是这个奥秘对我们来讲呢 已经足够了 那么这里边讲 说神 我们是神奥秘事的管家呢 他的意思是说 神是我们的主人 他把奥秘这件事情 就是他救赎的计划 这件事情呢 交给了我们 那么我们像管家一样 我们要去安排 要去组织 要去联络别人 要把这件事情管好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神奥秘事 我们要把它管好的 那什么叫做管好 其实不外乎呢 既然神要救赎人 那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呢 我们要去告诉给别人 这个呢就是传福音 那传福音呢 不但是仅仅是说 要告诉别人这件事情 让他相信别人 更重要的是说呢 让他可以活出 神奥秘的调子 那这个呢 我们也都明白了 在教会中 我们常用的 门徒栽培 或者栽培信徒 这个词来形容 那么栽培信徒的途径啊 让我们生命 真正的在神里面 可以成长的途径呢 神对我们建造的教会 让我们这群人 可以联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 可以操练 神所教过我们的真理 那这个群体 需要我们来建造 那这个呢 就是建造教会 所以呢 如果你总结一下 什么叫做 把神的奥秘事 管理好 那么就是说呢 按照神的旨意 在他的真理基础之上 我们把他的福音 传出去 我们可以去栽培信徒 我们可以去建造教会 当把这些工作 都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神的奥秘呢 管理好 所以整句话连起来啊 神说 你们每一个基督徒 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呢 你们是基督的职士 是神奥秘事的管家 就意思是说呢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 我们是蒙神所恩典的人 耶稣基督 他用神的代价来救赎我们 因为神爱了我们 但是他拣选和救赎的目的 有一个 就是说呢 让我们来试试他 让我们可以向别人 把神的恩典介绍出去 让别人通过基督来认识神 然后把它栽培成神所喜悦的样子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身份 神救赎我们 就是做这种工作的 所以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基督的职士 我们是神 奥秘事的管家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身份 那么神要求我们具体哪些素质呢 让大家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知道啊 如果一个公司招聘一个人 说我要请一个总经理 那一定呢 很自然地说 把他的这个工作指示感啊 指向办理都跟出来 说你要干什么 那么马上跟着来呢 就是说你的 考虑的质疑 就是说你的资历 我有什么要求 我对这个人呢 有些什么样的要求 那么神在对哥林多教会的 这个启示中呢 他说的非常的直接 他说神对我们这些 作为神管家的人呢 要求的非常的简单 没有其他的那些 只有一条就是中心 四章第二节说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中心 我们今天啊 没有一个人不理解 什么叫中心的含义 什么叫中心呢 说我们这是一个中心的人 这是一个中心等等的人 他对这个群体 他对这个人非常的忠心 那么有没有想过 什么是人对神的忠心呢 在福音书中 当有人问耶稣基督 说我怎样去面对神 我怎样能进神国 耶稣基督说呢 其实很简单 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 尽义尽力 爱主你的神 他那里边呢 提到四个 竭尽权力的尽字 他说当你尽心尽力 尽性尽义 去爱主你的神的时候呢 那么你就完成了 神对你的要求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什么是对神 忠心呢 就是我们可以尽心 尽性尽义尽力的去 爱上 这个呢 就是忠心 那么如果再具体一点讲 什么叫做尽心尽性 尽义尽力呢 我想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神的话语 那么第一个呢 什么叫做对神的忠心呢 第一个就是要主动 和主动相对的就是被动啊 什么叫做被动啊 我们说这个人很被动 他做事情呢 也有主动性 那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说一推一动啊 那我们在我们东北啊 这个父母常常骂孩子啊 说让你做什么你不做啊 应该你做的事情你不做 非要呢 父母过来说你了 你才做 我们说呢 这个人呢 好像是算盘上的珠子了 拨一拨动一动啊 不拨就不动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被动 不推不动 那么主动呢 意思是说呢 没有人推动了 自己呢就动 那么神在写着中说 作为一个管家呢 他最重要的特点 就是要忠心 就是要主动 为什么呢 因为管家是管理者 他不是工人 他是直接向主人负责的 下面所有的其他的小管家 其他所有的工人呢 都要看着他来做决定 他如果不动的话呢 那么下面所有的人都不能动 主人需要管家的原因呢 那是因为主人 就不再需要什么事情 都势必工心 所以我再去安排所有的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呢 作为一个管家呢 他得到的命令 一定是大范围的 是出现的 比如说啊 我要去请一个管家 我一定呢 会跟他讲 我请你干什么呢 请你把我的家管好 那这个是管家 最主要的要求就是 请你把我的家管好 我不会具体跟他说呢 你要每天给我做一顿 非常美丽的晚餐 我也不会跟他讲说话 我的家里要把早上 经济冰管理上 这样干净 我不会说这个细节 我只能说呢 你把我的家管好 这就是大范围出现的命令 不会是具体的 所以这个管家呢 他必须能够独立地完成 主人的命令 作为管家来说呢 没有人去提示他 没有人去监督他 管家也不应该去叫别人去监督 他必须呢 能够去想啊 我的主人想什么 我的主人急什么 他可以自觉地工作 他可以呢 逐利地工作 那么这是神对管家的要求 我们必须呢 主动 如果没有主动的话 你就谈不上呢 你是一个好管家 那么我们要去思考啊 神为什么要求 我们要由管家的样子主动呢 他在经文中告诉我们说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呢 我们所有一切的恩赐 都是来源于神 在第七节中 经文章写道 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 神在这里反问我们吧 你想一想 你所拥有的一切 有什么东西 不是我赐给你的 他在告诉我们 你要知道 你所一切拥有的 都是来源于神 我们今天生活 这个世界上 我们说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神好像离我们很远 我们经过努力 的奋斗啊 个人的拼搏呢 很多人很骄傲 我们拥有很多的东西 别人也很羡慕我们 别人说起来都会讲 哇你这个人真有运气 你这个人真聪明 你这个人真能干 你这个人真有智慧 所以呢 你拥有了现在的一些东西 但是今天弟兄姐妹们 你有没有想到过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今天 所有的一切 其实并不是我们 而是神 他托付给我们管理 圣经说 世界上的一切 都来源于神 都是神的创造 都是神 应允 恩赐给我们 神为什么把这些赐给我们呢 因为他希望 我们完成他的权利 他把那些东西 好像一件工具一样 交给我们 让我们来 更好的完成他的使命 这是神给我们的真理 其实今天很多人呢 他故意地去遗忘这些 他不愿意去真正地相信这些 反而说呢 这是我所应用 这是我的能力 在圣经中呢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当一个人骄傲 他自夸 他藐视神的时候呢 神的惩罚就降到他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清楚 我们要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位置是什么 一个人 他所拥有的 比如说时间 比如说金钱 比如说你的身体 比如说你的才能 比如说你的家庭 我们所拥有的子女 你目前喜欢的工作 你拥有的那些朋友 你的下属 你特殊的影响力 或者说呢 我们特殊的天分 特殊的恩赐 总而言之 一切我们所拥有的呢 神把这些赐给我们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我们 能够更好地去 完成他的使命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来源于神 所以神要求我们呢 我把你的东西都给你了 把你要的东西 把你需要的东西都给你了 那么剩下来呢 你要主动 更积极地去为我来工作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耶稣基督呢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说呢 有个主人 他要出国去旅行 他把三个管家找来 给他们不同的 这些领受和托付 主人让他个人不同的 才干呢 有的人呢 他给了他五千两个 有的人呢 给了两千两个 也有人呢 给了一千两个 然后有个主人呢 就到外国去了 他放心就把自己的家业 就交付给这些 管家和扶人手工啊 那么故事就讲呢 耶稣基督说 说这领了五千的人呢 他呢 很高兴 他就出去工作 他就赚了五千两 那么领了两千两的人呢 也很高兴 也出去努力工作 按照他的才干 他就赚了两千两 那么没有这个领了 一千两的人呢 他什么也没做 把这个领子 就埋在土里啊 主人回来之后呢 对那个赚了钱的 这些管家呀 他都说了同样的话 他说好 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市场 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 派你管理 你可以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个没有赚钱 那个一千两的 对仆人呢 他对主人说 他说主人啊 他说我知道呢 你是一个忍心的人 就是很苛刻 很残忍的人 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恋 那你没有投资 你都想去拿一点利润呢 所以呢 我很害怕呀 我怕呢 万一我投资失败了 那你不要 你不要处理我吧 所以他说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就把一千两银子挖在一坑 我就买起来 然后你看现在 这个银子 还给你 那其实今天 如果你碰上这样一个下屠啊 最起码老板了 就不过 但是我们看呢 主人就回答他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 图人 夺过他这一千来 给他有一万年 这个故事啊 今天在经济学中 有一个名词形容 叫马太孝影 多的还要再给 少人的方式给他拿走啊 那么很多人就不理解 说耶稣基督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不公平啊 但是呢 我们看了 耶稣基督他讲这个故事 对目的是告诉我们说 当主人按照 仆人的财蛋 分派产业之后 他给他自由 让他自由地发挥 他没有去干涉他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主人呢 他并不看重 真正这么多少钱 刚才我说世界上 一切都是神 神其实 如果他需要的话 他说有就有 说利就利 他不需要让我们 去为他赚钱 他需要的是 人对他的一个态度 他需要的是呢 这个仆人 作为仆人 作为管家 当神把这些恩赐 交给你 把这些银钱 交给你经营的时候呢 你是用一种 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想如果是 这个仆人 他努力地去工作 他亏损了 神可能也 这个主人呢 也不会去 痛斥他 因为他那里说呢 你是 又恶又懒的人 他没有说呢 你是不聪明的人 你是没有水平的人 又恶又懒 什么意思呢 懒 你没有主动自己去做 当然买起来 就最简单了 买起来 我可以睡一年 等你回来之后 我再抛出来 那么恶呢 你找理由 你明明自己没有去做 你现在把他回来 你要跟我讲 你是这样想 好像还对我考虑 所以神说呢 你是又恶又懒的人 其实 神则被这个 垃圾千两人的人呢 主要的问题是 他没有什么东西去做 有多少呢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但是这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才干 怎样去发挥神所赐给他的恩赐 这个仆人呢 他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心思啊 在管理这个产业上 看起来呢 他的主人好像没有明确给他的命令 没有说啊 你去做什么生意 你要这多少钱 然后我会怎么奖励你 我会怎么处理你 但是呢 他是管家 主人把这些恩赐交给他 他有责任 自己去想 自己去策划 自己去做 主人的要求呢 是仆人他要使用自己所为次女 去想办法去达成主人的目的 那么这样的仆人 就被主人称为呢 是忠心的仆人 那么这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神的管家 我们是为神来管理一切 他要求我们呢 要主动积极地去工作 经常很多人说 哎呀我想为神做这个 我想为神做哪 那我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会做 不对 我认为你说的不对 因为神 他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赐 都交给我们 他所看的是 我们是不是尽忠之手 当我们努力按照神所交给我们的 我们去行的时候 神的计划 他必然成就 所以将来神来审判我们 我们要向他交代 他审判的标准也在这里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八节 同样的故事之后啊 使徒路加的这样记载 耶稣提出说 多给谁 就向谁脱去 多脱水 就向谁 多要 他说你的一切恩赐 都在你的身上 给你多的 就向你 要的更多 也就是说呢 你要主动的完成你管家的职份 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好的管家呀 一个中心的管家呢 他有第二个特质 就是他是一个努力的人 他竭尽全力的去做好自己工作 他竭尽全力的呢 去完成了神给他的祖宅 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到五十一节啊 主耶稣基督呢 他也同样讲一个故事 他就讲到啊 说这个好的仆人和坏的仆人 那么谁是中心有见识的仆人 给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呢 他说什么是这样的好中心的仆人啊 中心的管家呢 说主人来到看到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他说一个有见识的仆人呢 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的分量给他们 那这样的仆人呢就有福了 耶稣基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倘若他恶福心里说 我的主人一来着十 就动手打个同伴 又和酒队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是神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并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对 在那里比较呆哭切齿的 神给我们一个对比 一个忠心的仆人呢 他认真地去完成自己的工作 他管理家里的人 他按时分量给家里的人 那么这个恶福啊 不忠心的呢 他很忽视主人教的工作 他不着急 他对于无所谓的 他说我对主人必来着迟 为什么呢 来着迟什么意思呢 他不会马上过来检查工作 他还很早 现在时间很早 他不会再来 所以呢 他就不完成自己的工作 动手干他的同伴 又和酒队的人一同吃喝 除了自己和不考虑其他的东西啊 随心所欲的生活啊 但是呢 耶稣基督告诉我 告诉我们啊 他想不到这些日子 不知道这时辰呢 那仆人的主人就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要定他和假冒为善的同罪 他要在那里哀伤切齿 那么在同样的文加福音呢 十二章四十七节啊 在这个故事之后啊 主耶稣基督说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你仆人必多受责啊 他在这里讲 说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什么意思啊 知道神给他的托付 但是呢 他没有努力去做 工作不努力啊 他说这样工作不努力的人呢 是要受到责打的 所以一个忠心的仆人 忠心的管家呢 他是一个认真努力去工作的人 他知道呢 神给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然后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 他会努力啊 竭尽全力的呢 去完成这个使命 他不会推脱责任说 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 他也不会说呢 在等一等啊 不着急的啊 这个主人再来 这还很久远 而是说呢 竭尽全力的去做这个工作 我们如果今天回顾一下我们教会的历史 你看一看呢 那些被神所撑去的这些仆人们呢 每一个人呢 他都是 抱着好像今天就是人生最后一天 这个态度呢 去完成神的工作了 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迫不及待被警告时 好像明天神最后的审判就到来 比如说 去印度宣教的克里卫连 也有些人呢 当他见到教会的时候啊 他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一切方法 去努力去完成神的工作 面临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挑战 但是他呢 他知道呢 这是他必须想办法的完成 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跟大家讲过呢 在美国纽约 有中央进行会啊 也叫第一进行会 很老很老的教会 这个教会呢 被建造起来啊 当时的人都觉得说 哇 这是一个宏伟的建议 那么最早的时候啊 说实际上呢 美国的早期的基督徒 他们在建议教堂的时候 他们没有一个教聚会所 用一个很小的房子 很确定的研究 那么聚会呢 牧师就有一个感动啊 他说我们要在纽约的中心 我们要建一座教堂 建一个神的殿 我们来荣耀它 但是没有钱呢 他大伙来奉献 按照信息呢 我们来建造 当时的这些基督徒呢 他们是神中心的徒人 他没有想到啊 没有人去想 说这么大这个工程 明明按照当时的收入和情况来讲 没有办法去建造这样一个宏伟的工程啊 但是他们呢 凭着信息去做 说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他捐献了4.5美元啊 他说呢 这个呢 是用来建堂的 神所赐建堂的钱 那这里面有很曲折的故事 后来他的故事呢 感染了很多的人 大家呢 就纷纷按照自己的能力 竭尽全力的去完成神的工作 那么后来很快 超出人的想象 这个就建立起来了 那么实际上来讲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个尽心尽义 尽力尽业 爱主意 一个仆人啊 他是竭尽全力 想尽一些办法的 去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啊 对于你自己的事情 对于你家里的事情 你所爱的人的事情 你会不会知道呢 哦 这个事情很难啊 这个事情有很大的挑战 可能要复出一些东西的 然后你就不做了 你说等一等 我们不会的 这个呢 就是努力 我们知道 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做 所以神对我们这些人呢 他的要求啊 是我们要主动 我们要努力 在我 很久不久以前啊 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啊 很久不久以前 我读过一篇文章 给我的人生影响极大 在几年以前呢 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文章 这个呢 叫做 把信送给加西亚 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读一读 去思考一下 那么 这封信呢 实际是一个小短文 是一个小短文章 这篇文章呢 被 大概在几十年以前呢 就在 人们说啊 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它被先后重印了八亿次 这个 这个故事呢 是这样 跟他们这样写 说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上 美西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当时对美国总统啊 他呢 要跟古巴的起义军首领 加西亚呢 取得联系 那 加西亚呢 他是反抗军的领袖王 他住在古巴的这个大山里面 打游击 当时呢 没有人确切也知道他在哪里 美国总统为何要联系他呢 因为要跟他约好 好一块去跟西班牙人去打仗 那么当时呢 也没有任何的邮件 或者电报能够送到他的手里 那么当时美国总统呢 迈进来啊 他必须尽快地在他取得合作 那怎么办呢 有人就对总统说呀 他说如果有人能够找到加西亚的话 那么这个人呢 一定是罗文上位 那这个作者啊 就从这里开始写 于是总统把罗文找到来 交给他一封信 是写给加西亚 至于那个名叫罗文的人 如何拿着信 用牛纸包装好 打风 放在胸口藏好 如何经过四天的船路 到达古巴 再经过三个星期 途步穿过这个危险的导国 终于把那封信送给加西亚 这些细节都不是我想说的 我要强调的重点是 美国总统把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 交给罗文 而罗文接过信之后 并没有问他在什么地方 像罗文这样的人 我们应该为他塑造同像 放在所有的大学里 以表彰他的精神 年轻人所需要的 不仅仅是从书馆上学起来的知识 也不仅仅是他人的种种教育 而是要塑造一种精神 忠于上级的托付 迅速的采取行动 全力以赴的完成任务 把信能够送给加西亚 作者说加西亚将会已经不在人世 但是今天还有许多其他的加西亚 没有人能够经营好这样的企业 在那里虽然众多人手 但是却令人惊讶的 其中充满了许多碌碌无为的人 这些人要么没有能力 要么不情愿去集中精力 做好一件事 工作上偷偷拉拉 漫不经心 三心二意似乎已成常态 没有人能够成功 除非威逼诱惑地强迫他来帮忙 或者请上帝大发慈悲创造奇迹 派一名天使来帮助他 作者说你可以做一个实验 他说假设你正在做的办公室里 你可以随意地比六位职员安排任务 你把西中一名叫过来 对他说 请帮我查一查百科全苏 把克里吉奥的生平 做一篇摘要给我 他会静静地说 好的先生 然后就去执行吗 我敢说他绝对不会 他会用死于白的眼睛 盯着你 然后满脸疑惑地提出一个 或数个问题 他是谁啊 哪套百科全书啊 百科全书放在哪里啊 这是我的工作吗 为什么不叫交之区呢 这个人死了吗 你着急吗 需不需要我书拿过来 你自己查 你为什么要查他呢 作者说我敢用十里地的读书跟你打语 在你回答了他所提出的所有问题 解释了怎样去查那些资料 以及你为什么要查的理由之后 那个职员会走开 吩咐另一个职员去帮他 寻找加西亚 然后回来告诉你 没有这样一个人 当然 作者说 我可能会输掉这个资料 但是根据平均概率法则呢 他说我一定不输 他说一个聪明的管理者 到这个时候啊 就不必费神地对你的助理去解释 科里基奥变得什么类 而不是什么类 他会微笑着说 没关系 然后自己就去查了 后面还有很长的一段 作者的最后呢 他就感慨 他说 这种自主行动的无能 这种道德上的迂行 这种意志上的脆弱和弱性 就是未来社会被带到崩溃尽力的根源 如果人们不能为自己而自主行动 人们又怎能心甘情愿地 能为他人服务的呢 我们可以去思想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人所写的这个工作换成教会一样 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教会是神的家 是我们的家 神把管家的职份交给我们 当神把恩赐赐给我们 当他把任务赐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像这个作者描述的这样 我们去问很多的问题 我们说他是谁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我要做 我要怎么才能做呢 然后当解释之后呢 你会不会摇摇头就走了 你说你去找另一个人吧 这位作者啊 他在最后说 他说我敬佩的那些无论老板 是在或不在都会坚持努力工作的人 当你交给他一封支加下的信时 他会迅速地接受任务 不会问任何愚蠢的问题 更不会随手把信扔到水坑里 而是全力以赴地把信送到 他说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被解雇 也永远不会被加薪而怕 最后一句啊 他说文明就是滋滋不断地寻找 这种人才的一段长久的过程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想一想 神检验我们的是什么 他所检验我们的标准呢 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 而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是否努力去做 所以作为神的徒人呢 作为神奥秘师的管达呢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 努力去任务 如果你去看使徒写的书信 当你去看克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 当你看到他提出我们要主动努力 我们要忠心地去扶持神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神要求我们有一种态度 这就是你的心在哪里的问题 如果你的心真的是朝向神 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是有神 如果在你的心里你真的把神当作神来看待的话呢 你应该是去忠心地去试困他 所以弟兄姐妹们呢 神在奇事中 他告诉我们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师的管达 所求于管达的 是要他有忠心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我很久很久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叫《迷雾庄园》 是一个玄影田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看过 是一个英美合拍的一个大田 得了很多奥斯卡奖 那个时代我还比较闲 所以我们去看了这个电影 英文叫《Gosford Park》 那么他呢 讲的是在一个英国的上流社会 一个庄园里面 这些客人 主人和仆人的故事 那这篇篇里面呢 有一个对白呀 我现在记忆犹深 那里面有一位资深管达 叫Mrs. Wilson 他呢 和另外的一位仆人呢 在对话 他说 他说你知道一个好的管家 跟一般的管家 有什么不同吗 然后他就给答 他说好的管家 能够预先出败 主人的想法 博得主人的喜悦 就是说他可以知道 那主人的想什么 那么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管家 我们也要善于体贴 我们主人的心 我们需要去花时间呢 我们去了解 我们去认识 神创造和救赎的计划 我们要去理解 我们要去揣测 我们要去探索呢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身上 这个使命的要求 我们说 作为一个中心的管家呀 中心呢 不是一个口号 它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我们要去思考 什么是你的分次 神把什么东西赐给了我 什么是你的中心 你说我要怎样主动 努力 认真集结的去工作 那么再进一步呢 什么是你的主动 什么是你的努力 我们常常说啊 圣经是神的话 很多人读圣灵 主过就过了 我可以提示大家呀 如果你读经文 你觉得扎心 神对彼此关系的描述 让你觉得不舒服 神对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 怎么跟家人相处 让你觉得呢 很尴尬 但是圣灵在提醒你 那就是神对你的要求 如果你看到你的教会中生活 你看到教会中的人 有各样的需求 你看到这个社区的人 有各样的需求 你的心中产生一种不满 哎呀 怎么没有人管这个事情啊 你看这是谁 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他呢 你看这个人 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呢 这个呢 可能就是神对你的呼噪 那我们要去想象一下啊 当你在神的活里的时候 你做了没有 你有没有努力地去做 你主动地去 最后呢 给大家讲一个 介绍一个人物啊 在我不知道今天在纽纪兰是不是还有这个产品啊 呃 发一座贵格外骗 呃 Quaker 他的公司创办人呢 叫 Henry Henry Owen 那么他呢 大概生活在19世纪啊 就是1855年到1943年 他这个人呢 当时呢 他今天这个企业呢 在美国还在 人们说呢 他是鲁育了一代美国人 他专门生产的卖店 呃 像一个托拉斯一样啊 鲁育了就是美国市场 而现在鲁育了很多年 很美大的一个公司 那他这个创办人呢 更美大 这个人呢 他做了大概做了三四十年的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 董事长 那 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机构主 但是他这一辈子赚了很多钱 这是他的公司嘛 他到临去世的时候呢 把他70%的收入啊 财产 全都捐出来 跟他的太太一样 建立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做什么呢 他就建造了美国最早的这几所审计院 所有的这个美国最早的这个教理 教理的年轻人 都是他来接触的 那么他呢 活了八十八岁 在八十八岁逝世的当天呢 他还到教会去讲报 那么他是贵俄会的贵友啊 那贵俄会呢 是一个我们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啊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藏着我活着的生命 在任何一方面都能扛主喜悦 那边是我最大的贵友 他说我活着的生命啊 只要有一个地方 任何一点地方呢 能够让我的神高兴 那么对我来讲 这就是最高兴的事 他在去世前啊 当天啊 他讲完道 他呢就坐这个 坐火车回家 你看啊 这么有钱的一个人啊 用大点年龄 他坐火车回家 坐火车回家的时候呢 他就跟这个 管理员呢 他对他的恶好 然后他就问他 他说 什么是你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呢 你看一下 我们早期的基督徒啊 他这个年龄呢 他持客不光自己的使命啊 他要向他结合的人 去 去传福音啊 他挑战他 他说 什么是你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呢 那么今天呢 我想 同样 我用这个问题来问他 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什么是你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 我们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 你 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 在圣灵里面 时时刻刻地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 说世界上有两种基督徒 在跟一多前书啊 我们看回第三章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神告诉我们说 有两种基督徒 一种是属世的 一种是属灵的 那么在 路加福音里面呢 刚才我们讲到呢 主人说有两种福人 有忠心的和不忠心的 那么在 齐伯太后书中呢 他讲到有两种圣徒 一种是尊贵的器品 一种是卑贱的器品 那么我们也刚才讲到呢 在马太福音 也讲到呢 有两种管家 一种是好的管家 一种是坏的管家 我们应该做一个好管家 我们可以做成一个好管家 启示处中 神启示我们 说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羔羊呢 就是蒙昭 要被选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因为我们今天 为神的付出啊 在将来 神给我们丰盛的回报 我们要和神同列 和我们的主同在 在路加福音 十二章啊 当主耶稣基督 说到这个好的仆人 和坏的仆人 善的仆人和恶的仆人 这个比喻之后 彼得就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那忠心 有见识的管理者 主人 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 给他们的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 管理一切所有 所以弟兄姐妹们 看啊 做一个忠心管家 这个话呢 可以时刻 被我们记在心里 让这个教导 可以成为我们 一生的目标 和我们的行动 让我们可以 随时来预备自己 像主耶稣基督 要求的那样 我们可以竖紧腰带 我们点上灯 我们警醒 等候 积极主动地 为我们的神 去看守他的产业 我们去管理 他的奥秘 当我们的主人 在料想不到的日子 他回来敲门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握机会 为他开门 然后我们就伸手 向他要我们的观点 那后面这话 是锁定家人 看我们大家呢 可以错过 管家的指数 我们在这个世代上 我们真的是 发出光和眼的作用来 我们带出一个生命的影响力 可以呢 把神的活 在今天这个世代上 让他不断地彰显 这是我们的事 愿神来祝福我们 我们一块来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求你的圣灵能够 与我们同在能够 带给我们 求你来充满我们 每个人 让我们可以放下自我 让我们可以做你忠心的管家 天后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些软弱的人 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 因为我们的 不聪明 没有智慧 我们常常分开清什么是永恒的 什么是短暂的 天后都求你能够带领我们 打开我们的双眼 让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主动积极的行动 让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地把你的恩赐来释放出来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你叫做我们的使命 天后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在我们旅行里植物的时候 都给我们勇气 给我们这样一颗心 让我们的心淡淡地朝向你 天后求你帮助我们 也求你带领我们 我们祷告很高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